嗨大家好,我是谢粉小笼包 今天给大家讲个小伙下海后被美人鱼救了的电影《美人鱼村》 影片男主阿强是个富二代 他从小就带着一个黄澄澄的大珠子 此珠并非七龙珠,而是20年前失踪的爸爸给他的 还说这珠子靠近美人鱼越近就会越亮 可这20年过去了,爸爸失踪了 这珠子也从来没亮过 失望的他觉得爸爸是个大珠蹄子,就会骗人 这天正喝着闷酒呢,叔叔却凑过来跟他说 美人鱼真的存在,不信我带你出海找去 单纯的阿强就跟着一起出海了 越靠近目的地,阿强的珠子就越来越亮 没想到叔叔说的是真的,他正兴奋不已呢 叔叔却表示一条美人鱼价值千亿美元呢 咱俩合作吧,可阿强能答应吗 他的梦中情人就是美人鱼啊 遭到阿强强意拒绝的叔叔只好露出真面目 想用武力胁迫他就犯 甚至还沾沾自喜地爆出他爸爸的失踪就是自己害的 阿强气得不行,因为玉碎不畏瓦全 索性就跳下了海 下海后啊,果真还就被美人鱼给救了 按上一户人家发现后,还把他接到家里暂住 好心的户主和他善良可爱的女儿阿珍都对他非常照顾 所以虽然这条村子很偏僻落后 阿强还是安心地住了下来 跟阿珍朝夕相对,还慢慢触出了感情 话虽如此,他内心还是很挂念那天救自己的美人鱼 总没事就去海边闲逛 这天还真被他陷后了一个穿着古代盔甲的将军魂魄 一下就把他给吓晕过去了 迷糊间还听到将军在和他信信念念的美人鱼弹琴说爱 隔天醒来,他还兴奋地四处跟大家说这事 可惜除了阿珍,没一个人信他 不过阿珍是个神队友啊 他来到岸边,用美妙的歌声召唤出了美人鱼 从美人鱼那儿,他们得知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原来美人鱼曾经是位格格 当年天下大汉,民不聊生 为了求雨,皇上把格格献祭给了海神 也就是沉到海底 后来格格的身躯被早已和他私定终身的将军捞出后放在了山洞里 于是,为了能投胎转世 格格求他们把自己的遗体好好安葬 善良的两人自然就答应了 还举出了遗体手中的同款大珠子 之后遗体魂飞湮灭 就在一切似乎大团圆结局时 不死心的叔叔又带着人来抓美人鱼了 原来同村的失足少年出卖了他们 为了逼问出美人鱼的下落 叔叔甚至威胁到要把他们全部干掉 村民们表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而这是一旁探测敌情的美人鱼 为了保护村民们,只好主动出来送人头 就在他即将被拐走煲汤时 将军的魂魄出来了 一下把这群人都给吓走了 呃,你早点出来不就完事了吗 总之将军就这么抱着美人鱼回到了海底 过起了没羞没少的日子 故事也就大团圆结局了 这大概是我见过男主最没存在感的电影了吧 好啦,本期趣味问答是 你觉得美人鱼应该怎么煮最美味呢 最后别忘了点赞转发这条锦里视频哦 这条锦里面是非常消灭的 你的目标 对面的来说